今天每天的報道說有兩名營友籍得到退伍軍人症 他經過調查發現這款營是家長使用這營水機的水來泡五輪 有可能是在在喝五輪的時候不小心去接到吸入到受到退伍軍人菌 五輪的五輪能發到感染 所以加以市政府衛生局是建議民眾說這泡五輪 必須要使用到家座主管超過七十多的營水才能立體來失眠 離開營機和空調系統的冷卻水塔都要在這定期清洗 必須要造成水管影響到民眾的健康 相信有不少的民眾在喝水 但這是泡茶泡五輪的時候都習慣使用營水機 這次就有營用水相當方便 但是要注意喔 你所喝下去的水可能會因為營水機沒有定期特地來清洗 已經感染到退伍軍人菌 退伍軍人菌泡片存在在人造用水的設施當中 包括營水機和營水機的水塔都是社群主身的營成 主要經由吸收到水管感染的氣氛和水來滴賣 對著要營水較少的油耳和流氏大都有受感染的方向 為了家庭醫療機閣含耗力自家頂頂 退伍軍人菌感染和危險作用 既接中所管理 工藝市政府衛生局在這期脈視修加強茶合作業 衛生局每年都有聘請我們的感染控制的專家 針對我們的醫院跟護理之家 去進行一個感控茶河的一個作業 在這個感控茶河的過程當中 就會包含去看這些機構的營水機 是不是有定期的去做一個消毒跟更換濾芯 那對於這些水塔跟這些供水設備 是不是有依照正常的一個標準流程呢 去做一個清洗消毒的維護 那希望能夠確保我們住民病患 以及家屬的健康 因為退伍軍人症的患者 可能會出現沒有想要吃東西 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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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 呼吸困難 和頭不鬆快 頂頂的靜重 通常在這裏使用控制所在調料後 都能夠保管 這有真正常的犯者的惡化 是為呼吸衰竭重症 被造成人和人之間保障團結 同以市政府為先給予求賓賓賓賓賓 定期占對著強制系統 來進行清潔吓賓賓賓 包括 亦是勞固的強制共產 就是以後退伍軍人症 尚改主要的方法 西新新聞 東博明 王小三 同以市 蔡宏博都